1998年9月的一天 印尼苏门达腊海域物理洞岛的渔民 在16米深的海底 发现了一个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冠 他立刻将此事告知了 当时正在印尼收购文物的德国人沃特法 沃特法立刻带着捕捞队行动了 这次他们在物理洞岛外海的一块大礁岩附近 发现了一艘沉船 将之命名为黑石号 从1998年9月到1999年6月 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工作 整整进行了九个月 船中大量的珍贵瓷器和金银制品都完毫无损 从打捞出来的物品看 黑石号是一艘中国商船 而船上的器物全是中国制造 其中一个此晚上明确写有 宝丽二年7月16日的字样 而宝丽二年就是指唐靖宗二年 也就是公元826年 这艘沉船共出水文物67000多件 90%为陶瓷物品 另有三十多件铜镜 三十多件金银器和十八件银锭 黑石号的发现也从实物上印证了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景 然而可惜的是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 并未对境外发现中国文物有相关规定 因此黑石号出土的文物一直流落海外 虽然我国也尝试归购 但沃特法开出了四千万美金的天降 且沃特法和印尼政府就文物归属权 并未达成一致 直到2005年 新加坡圣淘沙机构 分批购到此宝藏 并将之落伏在了尸城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席 当了四十八年皇帝 三十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礼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 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制评 在下方菜单栏往西风采中 即可观看